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动漫新纪元 你还记得那个曾经团灭奥特五兄弟 加奥特之父的西波利特行人吗 奥特之父战败真的是因为实力不够吗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未解之谜 首先要说的是 这个西波利特行人战斗努力并不强 因为无论是对战艾斯还是赛文 在和他的战斗中 两位奥特曼根本就不落下风 甚至可以说前期是很有优势 但是这个西波利特行人最可怕的地方 就是他智商太高了 他先是利用幻影把泰克队抓得团团转 让泰克队做了很多无效攻击 不仅消耗了武器装备 而且还给市民造成了极为恐怖的阴影 这个手持艾斯玩偶进行挑衅的画面 大家一定都有印象 其次要说的就是西波利特的终极杀招 先是利用玻璃罩子又补了艾斯 随后利用艾斯发出的奥特标签 又补了剩余的四位奥特特地 这里小莎不得不吐槽一波奥特四兄弟了 听勇战斗的七爷咱们先不说了 基本上就是这一波援助的唯一战斗力 你左飞跟初态是来天问的吗 刚摆完pose还没怎么动呢 就被拖了一罩子就关了 捷克桑也是很搞笑的 你先帮七爷把超舍干掉 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非得用手扳那个大罩子 最后可算是想起来用手镯了 等等 你手镯了 你啥也没带你往那摸什么摸啊 最后就连赛王奥特曼也被西波利特仙人做超级价 至此奥特五兄弟残灭 可以这么说 导致四兄弟输掉战斗的最大原因 就是他们实在是太急了 一起上哪来这么多事了 如果让西波利特朋友想到的是 奥特之父竟然亲自来地球解救奥特公帝了 本来大家都以为奥父要把怪兽随随便便就解决掉了 没想到就连奥特之父都挂了 最后关头把自己的剩余能量传给了艾斯 当时剧中给出的解决是 奥特之父由于从遥远的M78星人长途拔河而来 能量消耗太多 所以能量不值了 但是仔细一想 这根本就不成立 因为另外四位奥特兄弟也是从M78星人来 怎么就只有奥特父没提力了呢 难道真的是老了 背不动了吗 后来远古公司也发现这个解释 有很大的披露 于是在奥特物语中填上了这个东西 给出的解释是 奥特之父一直在训练儿子泰罗 出了牛角把能量大半都传给了泰罗 但是此时就接到了奥特兄弟们的车子泰罗 于是没有补充能量 便赶往地球 这才导致能量不值了 不得不说 这个解释比类似合理太多了 奥特之父在临死之前 把最后的能量消给了艾斯 最后终于战胜了西波利特星人 没办法 谁让人家才是用有主角光环的人呢 作为一个宇宙人 西波利特星人能使得这样的战争 还干掉了奥特之父 也算是相当圆满 你还记得有哪些奥特兄弟 被怪兽团灭的场面吗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